小時候看到我父母親 到六日一定會跑 所以小時候是跟著父母親爬山 然後 不知不覺 我就自己覺得自己很喜歡大自然 這邊應該是海邊嘛 從海邊運過來 然後大學時代就選了生物系 那生物系時代要採標本 所以我最快樂的時關 就是在森林裡面 拿著那個網子在抓蝴蝶 然後回來做標本 然後時代一個人在 森林裡面一個人在 在走 我覺得人生最美好就是跟大自然 在一起的時候 看到其他生物共存 跟你生活在一起 然後你想你這個時間來到這裡 那個蝴蝶剛好飛過來 那我不一定要知道那個蝴蝶是什麼名字 因為我以前念生物系的時候 每天考試都要考蝴蝶的名字 考什麼 後來漸漸也接受說 就算不知道它是哪一種 相遇了 那種快樂很快樂 包括植物也一樣 然後你如果同一條路走兩遍三遍 你最快樂就是發現它們都還在 在某個轉角你看到植物還在 它很快樂 好像說是老朋友 各自活在不同的角落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們那個成長年代 在大學時代沒什麼娛樂 所以在大學時代唯一的樂趣就是 同學找到一個海邊 河邊 插銀杖 露營 然後那個時候露營的銀杖都很重 所以抬著很重的那個銀杖 然後會有自己喜歡的女孩 我的初戀就像開始的 很容易談戀愛 因為做到天亮 女孩坐你旁邊 陽光起來照我臉上 很漂亮啊 今天有這個感覺嗎 有有有 我今天會喜歡一個人旅行 然後遇到陌生人 我倒不覺得說 沿路有很熟悉的人 做辦是非常安全的 我過去大概是因為 我的所有旅行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 我常常會想要流浪 然後我每次要講流浪的時候 我女兒都笑我說 你從來沒有一個漂泊的心 怎麼會流浪呢 你流浪都是想像的 你只當走不出去 你最後還是跟家人出去 所以她就會笑我說 流浪也不容易耶 你一定要有一個那種漂泊的感覺 誰都不怕的 然後我就開始想 到了我這個年齡好像應該開始練習 一個人走 然後陌生人就陌生人也蠻好的 我山跟海比起來 我好像比較喜歡海 可是我也很喜歡山 因為山走進去之後 好像一種安定的感覺 有沒有家庭會給你一見 講到海跟那個山 我有時候走到裡面去的時候發現 越走越裡面 走到山裡面 忽然有種安定的感覺 有種很安定的感覺 我發現好像那個 家的感覺不一定要是一個房子 有家人 不是 當那塊土地你有情感的時候 你就是家 好像那個海跟山都是你 你家身邊的東西 那這點是我們大概最幸運的 因為我相信地球上很多人一輩子沒看過海 有人一輩子沒看過沙 谢谢观看